我们过去以前做OEM 生懒就能赚钱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台湾产业必须要专心 整个在国际上面的竞争它需要专心 那这个工程链的行程的话 不外乎重点就是以一个低价的一个市场 再来冲击台湾的整个的一个制造业 台湾的螺丝已经是属于一个低利的时代了 在对岸的这个红色工业的竞争之下 纯火的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的品质提升 空间产业在台湾也已经有将近60年的积蓄 它已经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很完整的一个聚落 就是一条街里面可能就是好几百家的 它的扣钱产 它生产产类的那个类型很不一样 规格很不一样 所以它的竞争力才会这么的强 我们最强的就是客制化的服务 工业4.0刚好可以让台湾这个产品 多样化 特色化 差异化 随着客制化的发展来增加竞争力 初步先从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开始做起 并不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4.0 它都可以有充分的了解 那我觉得可以先从几个人或一个单位先去做一个自办 然后开始去做 为营运生产力4.0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改良 比如说ERP的改善或是现场自动化的改善这个部分 未来也会在我们CodeGN的第二个平台里面提供给厂商 来去做一些Q&A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咨询 研滑琢磨就是还是在罗杉矶这边的螺丝检测机这边 那未来我们有慢慢的会演进 朝前面的各个制程 甚至不同的一些机台 不同的控制器做整个 把这些data都捞出来 甚至做到整个的一个机台的一个渐渐的状况 少量多样 还有我们逐渐的在做creation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努力 其实这个都是在培养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所欠缺的还是在系统整合 跨业结盟 这个部分目前是台湾最弱的部分 那配合公益4.0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就是用一个partner的方式去合作 一起去帮副检业推向副检业